我们选择做料理网站 其实一开始的原因 是说我们对于技术有一些热情 那技术人的一个热情 想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对生活产生一些改变 让更多人可以得到帮助 那当然民以食为天嘛 那我觉得在台湾很特别的是一个 我们的饮食文化是很多元的 你可以吃到像日本料理韩国料理 台湾有很多在地小吃 于是我们就想说 技术这样子的热情配合什么主题 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发挥 于是我们选择做了爱料理这样子的平台 其实当时今天为什么先做爱料理这一个 爱料理市集这样子的电商的平台 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在创业的时候 我们在想做做料理 那做料理提供给使用者或我们的网友 他们一些比较好的商品 其实我们在一开战的 大概隔了两三个月 我们就开始做这件事情了 那一开始是 我记得印象中间那时候是卖的是白虾 跟乌鱼子 那个也是从一些朋友的点书上知道说 这个白虾在台东很棒 无独的等等的 那就跟这个厂商要了这些货 那直接在隔年我们创业一开始隔年的大概二月过年之前就开始卖 那卖得非常好 那当然像我们这样子是技术背景出身了 看起来也不是这么会料理 那刚开始做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对于很多料理人所重视的事情不是这么明白 那觉得做出来好像很棒的设计很棒的产品 带进厨房之后手忙脚乱 印象中很有趣的是一开始 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做手机版的APP 想说用电脑版的APP来测试看看带进厨房会发生什么事 手忙脚乱 你怎么可能在边下厨的时候还在那边用笔电呢 那当然也很索性就是说这几年来其实智慧型手机的蓬勃发展 那我们也有跟上这个趋势 那很快推出了IDELY的APP 那其实从那个之后就很受网友的欢迎 实际上那时候做电子商务这件事情 其实跟我们要做的本质上是一个流量广告的business 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所以我们决定后来就又没做了 我们就后来回来做继续做广告这件事情 那一直到了大概两三年前 有一个因缘巧合我的朋友 他就说我有一些蜜蜂罐 那就是Wake啊这种类似的罐子 那我们有没有兴趣一起卖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就想说这个东西也蛮特别的 市面上我那时候其实接触的非常的少 所以那时候就联合着卖 那联合着卖的结果是也卖得不错 于是我们在两三年前就重新开始做爱料理市集 这样子的电子商务服务 那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希望能够特选一些特别的 能够跟在生活上在厨房上的一些用品 不管是过碗瓢盆 温杯便当盒等等的 都是我们主要选入的商品 爱料理的很多网站的设计 内容的规划 都是希望可以让消费者 甚至说在我们这上面 跟我们合作的厂商 三方都可以得到一个互相是透明信任 最重要的是安心的这样子的感觉 那这个是我们品牌一直想要去传递的一个讯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